CY連炒兩局長,怎知連任這麼簡單? 兩個局長疑似因為不聽話而被辭職 是否為了找人做替死鬼呢? 曾玉成尋陰陰事,小孩曾德成不是主動辭職 而被CY逼走 再看上星期五的憲報,曾德成本本今天開始 處任政務司司長到27日 這樣就明白了 連炒兩個官員,很多公務員都不認同CY的手法 但為何CY偏偏偏在這個moment下手呢? 你知道2012年,梁山一上台時當然比較動盪 他有些新委任局長,眾戰下馬,很多是非 當時他當然是沒有選擇的餘地 現在可能他覺得自己穩定下來,爭取連任 那就要加強他的內閣 葉劉都說,連炒兩個局長,手法都幾辣 還以英國首相卡梅倫為上年大選 一次過炒幾個內閣成員做例子 為了連任,學了外國勢力 看法不僅如此簡單 3、2、1 好 這兩個局長,是為佔領運動揹禍? 我又不敢說是戰令運動揹禍 我想冰封三尺,冰一入之寒 兩位局長其實一直都聽到有人對他批評 不正做,換人,聽到好像很合理 特首辦和梁仁仲猛放風 說這個做法證明中央支持CY地位穩陣 但林和立就修讀風 說中央不滿意CY不斷分化香港人 和搞這麼多深層次矛盾 但不換得特首 這次被CY換人是最後機會 讓他在剩下的兩年任期收拾殘局 看情況再考慮給不給他連任 外界一直盛存,真玉成是特首黑馬 是他要連任的一大障礙 這次CY矛頭,直指他弟弟曾德成 目標是排除異己,要徹底打殘,真玉成